我們上禮拜跟各位談到木蘭茲 大家還記得嗎 在我們快下課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木蘭茲 對我們了解北朝的軍隊還滿重要的 因為說實在 你沒有什麼很細節性的東西 這個可以讓我們知道 在這個北朝到隋唐這一段時期 整個軍隊運作的一些細節 那木蘭茲雖然是一個文學的作品 不過他大概多多少少保留了 當時的一些徵調士兵的一些現況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在木蘭茲裡頭呈現的那種士兵去當兵 第一個是父子相承對不對 他是一個父子相承 君書十二眷 眷眷有爺民 阿爺無大兒 木蘭無長兄對不對 願為釋安馬 從此替爺爭對不對 他是幫他父親去當兵 那他就說他父親老了 沒有能力去當兵了 那政府不是換人 而是你家人頭 這個如果有人可以頂替的話 你就去頂替 所以才會有那個木蘭從軍的故事 所以 這樣的一種描述 他大概是反映了 當然我們不能說完全啦 我們不能說完全的可信 不過我們只能說大概是反映了 在這種撫兵的體制裡頭 我們說過撫兵是什麼 有一些人他加入了軍隊 一開始你加入軍隊以後 你就被周縣除 你的戶籍就不在周縣裡頭 你就受到軍隊的管制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說那個 曹魏以來的士兵制度嗎 記不記得我們在第六講講士兵制度 士兵制度的特色也是這樣子嘛 有一些特殊的家庭 他們不跟平民一樣 平民是受到周縣地方政府的管制 可是軍戶 兵戶是受到軍隊體制的管制 然後這些兵戶就世代來當兵 那大概這個撫兵也是類似的狀態 就是你加入了撫兵以後 你就不等同於一般的民戶 你是受到這些折衝撫 這叫做撫兵要折衝撫的管理 然後這些家庭 他們大概就是父子相成 來擔任這種軍隊的任務 那我們也說了 你要擔任這樣的任務 很多東西是你自備 那這些撫兵可以附和 是因為這些撫兵原來就來自於 所謂的好友 就是有錢的人將 這是我們大概對於 從西位到唐代初期 撫兵的一個基本的認識 這樣的認識其實是很零碎片段 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是有關於撫兵的記載 其實非常的有限 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們即便20世紀以來 無數的學者投入撫兵制度的研究 我們對於撫兵制度的理解 仍然是相當的有限 相當的片段 好 我們說這樣的一個體制 從西位到唐代初期一直在運作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一個 長期穩定的兵員 來執行防禦的任務 如果政府要大規模發動對外戰爭 它通常不是額外的去募兵 就是額外的去徵招 撫兵府它要調動軍隊的時候 是由朝廷來下令 這朝廷裡頭有16個位 來管理天下這五六百個 折兵府 朝廷裡頭有16個位 然後你看到這一個漁服上面寫的字 是右領軍衛 這就是16位裡頭的一個位 這16位裡頭 他每一個位他管若干的折兵府 他要調動軍隊的時候 這位派遣使者拿著這個漁服 然後折兵府裡頭有另外一個漁服 另外一半的漁服 然後兩個漁服核對起來 確定是相合的 折兵府就聽這個使者的命令 去調發軍隊 這是一個同治的漁服 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 那撫兵制 我們之前講過 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蠔友來加入 就是他們吸引蠔友來加入 也就是說 撫兵既然有這種吸引有錢人 加入軍隊 而且讓他們父子相成 持續擔任軍事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前提 就是這些有錢人願意參加 這些有錢人願意參加 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徵兵 對不對 府兵我們說他不是普遍性的徵兵 是少數的這個地方上的 所謂的蠔友加入這個軍隊 他們這個基本上父子相成 來承擔這個當兵的工作 那為什麼這些有錢人願意當兵 主要的原因是 從西位以來 參與軍事行動 是蠔友求取功名富貴之道 這個木蘭池裡頭 你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 對不對 他說這個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 天子做明堂 撤軍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函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 願見名陀邱借你足 送兒回故鄉 這個這麼一長串的東西 這個大家可能被 以前老師叫你背背 這個他沒有告訴你 自己裡頭有好多的玄機 對不對 就是說你參戰打仗 立了戰功回來 你沒有戰死立了戰功回來 有什麼好處 撤軍十二轉 勳 勳在當時代表的是一種地位 勳爵 是一種地位 你參加軍 你當兵 然後立了功 政府會給你勳爵 那你說勳爵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撤軍十二轉 十二轉當然它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說它的勳位 得到快速的升遷 那有什麼好處 最大的好處是勳田 因為你有了勳爵 政府會給你田地作為報酬 勳田 撤軍十二轉 你的勳爵上升了 表示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勳田 然後賞賜百千強 還有額外的金錢的賞賜 對不對 然後呢 克涵還問他說 你要做什麼官 克涵問守裕 對不對 你要不要做什麼官啊 也就是說你一個戰功回來 大概這個戰功如果很好的話 這個直接就可以有關 有更好的官位可以做 對不對 這個比方說像上書郎 所以這個木蘭就說 我不要做官 我不要做上書郎 我要回家去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為什麼 這些人願意當兵嘛 因為立功回來 這個有好處啊 對不對 有很多的好處 可是你說這個好處 沒錯啦 蠻多的 可是風險也不少 對不對 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你要能夠回來 對不對 你真的百戰死了 那底下就沒了 如果你是 你是那個 白戰戰死的士兵 所以底下的那個 策勳十二轉賞四百千強 對你就毫無意義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對於蠔友而言 當兵高報酬 可是相對而言 負擔高的風險 那為什麼這些人還願意去當 因為從西魏以來 是一個戰亂的時代 這個不論對內對外的戰爭 都很頻繁 對他們而言 這是他們最主要的 能夠求取功名利益的一個途徑 可是到了唐代建立以後 我們看到情況開始改變了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科舉制度 它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我們知道科舉制度 從這個隨代開始出現 可它真正要發揮功能 是要到唐高中以後 唐高中開這個時代 科舉入學人數開始變多 而且皇帝給予這些 重舉者的待遇也越來越好 相對於從軍作戰 科舉提供的這一條功名利路之間 它的風險相對來說低 而且低滿多的 你說這個我這個每年 唐代的科舉每年考一次 說這個每年去考試 那最糟糕的狀況是什麼 迷落春山對不對 最糟糕的狀況就落吧 好 那還有沒有更慘的 有啦 這個去 你要去京城考試嘛 因為這個科舉是在京城舉行 你要從這個你居住的地方 這個旅行到京城 那都有點風險啦 所以最糟糕的狀況 應該不算是落寶 是這個客死他鄉 去京城考試得一場病就死掛了 這樣或走在路上 被那個強盜把你頭給砍掉 或者走在路上被車撞這樣子 這個是最糟糕的 可是你要想到這種意外 當然隨時都會出 這個人生都很容易發生的 這種意外啦 你就算不去考科舉 你可能這個因為這個外出 然後什麼發生什麼事而死掉 相對而言這種風險 是可以被忽視對不對 然後那這個最糟糕的 就跟同學說啦 每年明諾孫山 明諾孫山我要 那就明年再來嘛對不對 朝廷也沒有限制你對不對 可以考 考試 這個每年考秋試 大不了就是正式初秋好時節 或者正式初秋好風景 若榜時節又逢君對不對 最慘的也不過如此這樣對不對 總比那個將軍百戰史好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科舉的吸引力 當然就變大 我一樣要爭取 這個榮華富貴公民立怒 那我還幹嘛去當兵呢 而且另外一方面 當兵得到的好處也越來越低 為什麼 這是因為唐高宗時代是唐朝對外戰爭最盛的一個時期 這個唐高宗比他的父親唐太宗更愛打仗 這個我們過去講到唐代的這個對外擴張 我們都說這個高宗的什麼什麼武功輝煌 其實事實上他的兒子比他更愛打 而且唐軍對外作戰在高宗時期 基本上是勝多敗少 就是相當的順利 那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立下軍功的人越來越多 老打勝仗 老打勝仗呢 勝仗結果就是 這個需要側薰十二轉的人好多 這個如果老打敗仗那些人都在意欲打掛了 就算了沒有這麼問題 活著回來的 這個要爭取那個有限的軍功賞賜的人 其實這個相對來說數量就少 對不起常常打勝仗 所以很多人都立了戰功要回來等著賞賜 那朝廷哪有那麼多資源 哪有那麼多官位可以賞賜呢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 很多的從軍的人開始抱怨 抱怨什麼呢 抱怨朝廷常常在騙人 他說呢 這個我們在當兵出發之前 朝廷這個指揮官這些官員 說一旦我們立功可以跟我們很多的好處 如何如何 最後呢 等到戰爭結束了 都事與願違 都做不到 那其實當然也不是這些指揮官故意要騙他們呢 是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分配 對不對 所以士兵當然就因此而心生不滿 那心生不滿當然就想辦法要去逃避啊 請注意這些是有錢有勢的人對不對 我們說過府兵都是有錢有勢的人 有錢有勢的人要逃避 當然是比較有辦法啦 如果你說你是爭掉一般的平民 他們要逃避兵役可能還比較困難 可是這些人既然他們是本來就是地方上的有錢有勢的人 他們能夠想各種辦法來撩出這個府兵的這種猜勢 這個他們情願去從事別的工作 特別是讀書考試來提升自己 所以結果呢 就導致這些漢人的精英 他們不再選擇從軍 高中的晚期是由武則天主政掌權 從武則天掌權時代開始我們看到府兵逐漸的失去他原有的功效 這個越來越多的士兵開始選擇逃亡 選擇拒絕來為政府來服務 那府兵開始失去他原來的功效以後 他政府的應對方式是什麼呢 就開始招募新的軍隊 這個舊的軍隊不服使用 政府就開始組織新的軍隊 主要都是來招募 比方說新的軍隊 像在當時文獻裡頭提到的 像什麼團練兵啊 或者長征劍兒啊 這些招募來的士兵 基本上都長期的服役 他們變成職業兵 這個長期的服役 尤其在邊境上大量的屯兵都是職業兵 而且其中有相當數量 是由外族來擔任 就是所謂的繁兵 繁兵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漢人不願意當兵嗎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過 漢人 這個越來越不願意 投入軍事的工作 那這個政府就說 好你們不願意幹 那我們找這些凡人 這個外族 因為這些蠻夷 這個文學的文字 這個讀書文 習文的能力很差啦 這個你要叫他們寫文章 考試 他們不太可能跟他們打造 讓他們這個 這個 藉著戰功來凸顯自己 當然這個對這些凡人而言 是很正常的一種選擇 所以他們願意加入軍隊 為唐政府來作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唐代政府在面對 因為撫兵制度 逐漸失去他的效能的時候的選擇 是重新的去組織新的軍隊 而不是想辦法去挽救 這個已經衰落的制度 對不對 這個既有的制度 你逐漸的開始失去他的效果 可政府其實並沒有努力的 想要去挽救他 他只是去招募其他的軍隊 來取代撫兵原有的功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想像這個撫兵的衰落 當然就是一去不返 到了唐玄宗的時代 多數的折衷府已經無兵可交 因為這個政府也不想辦法 去解決撫兵逃亡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就一直下去 最後導致就 最後折衷府空有其名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朝廷正式的招募 所謂的擴計 以取代撫兵原有數位精神的任務 撫兵自此名存實亡 請注意撫兵是名存 他只是死亡 唐代政府從來沒有下令廢掉這些折衷府 中央的16個位繼續存在 一直到唐朝結束 地方上的折衷府名義上都存在 我們現在透過考古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唐代軍官的墓碑 這個墓碑上面都會記載 他們剛開始擔任基層軍官的時候 是某某折衷府的都尉 那個都已經唐代非常晚期的墓碑 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理論上這些折衷府的都尉 折衷府都存在 則是有將而無兵 基本上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都知道玄宗時代是唐代歷史發展的分水裡 這個從玄宗這個末年 發生安史之亂以後 唐的國事就一去而不返 他的唐代的前期 這個是國力非常的強盛 這個威政四夷 可是安史之亂以後 這種輝煌的光景就一去而不返 所以安史之亂以後的讀書人 這些文士 他們基本上對於玄宗以前的唐代 有一個很強烈的那種懷舊的情感 就是說對他們而言他們知道 這個黃金歲月光輝的時代一去不返了 所以他們對於唐以前的東西 其實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懷舊的情節 而他們身處的實際身處的現實狀況是 朝廷的權威低落 然後繁政的軍隊拔護 繁政的這個拔護是 就是安史之亂以後一個無解的政治難題 一直最後這個繁政的跋扈的問題 就導致唐朝中央的瓦解滅亡 在這樣的環境裡頭 我們看到一些文人開始提倡要恢復撫兵 他們說為了要解決我們現實的困境 我們應該要回到唐代初期的制度 唐代初期的軍事制度 那個軍事制度對他們而言就是斧兵 不過在他們所描寫的這個斧兵 從我們現在看來 這個往往都是經過一種美化的想像 而與歷史的實情有很大的差距 問題就來了 我們現在看這些唐代後期 就是安史之亂以後 唐代文人所書寫的 有關於撫兵的紀錄 我們覺得他們可能有許多的誇大 因為他們書寫這些撫兵的這些文章 這些書寫這些有關於撫兵的文獻 的目的都在於提倡恢復撫兵 那當然他們你可以想像嘛 你既然要提倡恢復他 一定要把他說得很美好對不對 就比方說現在我們都越來越受到 這種什麼多元入學 這個真式制度的荼毒 所以我們常常就開始說 聯考很好很好很好 這個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說 其實聯考制度有什麼好 你想像在20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 大家都在罵聯考對不對 這個常常這個時空的變化有如鐘擺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過了唐朝前期 其實那個統治階層並不珍惜撫兵嘛 撫兵開始衰落的時候 他們就乾脆用別的體制來取代這個撫兵 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去維護 或者說要把它恢復 可是到唐朝後期 這個很多的發展就走到另外一條路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那麼多人開始出來提倡恢復撫兵 好 那我們在這邊要給各位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這個李凡寫的《葉侯家傳》 另外一個是杜牧 這個李凡寫大家不認識 杜牧大家非常的熟悉對不對 這個你從小學就讀過什麼 《多行卻是種無情》 《偉絕尊潔效不成》對不對 像這樣的詩對不對 你知道這些詩都是杜牧寫給妓女的嘛 所以各位對這個杜牧 這個相對於杜甫這個唐詩裡頭的小杜對不對 這個杜甫是老杜 杜牧是小杜 因為對小杜的印象就是跟妓女有密切的關係 Nothing else 對不對 你應該在到這堂課來以前你認識的杜牧 都是跟妓女相關的資訊 可是對不起 那只是杜牧的一個面 杜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文人 他有非常浪漫的生活 可是對不起他有另外一個面 這個面是他對軍事非常非常有興趣 他寫了很多有關於軍事的文章 他還幫孫子這本書寫了注釋 這是非常有名的注釋 如果你現在要去看還可以看到 然後另外一個他也是一個 府兵的堅定擁護者 所以他寫了一些文章提倡恢復府兵 不論李凡的葉侯家傳 或者杜牧的原始六位 其實都還滿長的 所以我們無意在這邊 這個全部的跟各位介紹 我把他們的文章裡頭截取了幾段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他們怎麼樣來描寫府兵 我們先看一下葉侯家傳 葉侯家傳的作者 是一個這個唐文宗時代的官員 他描述的這個故事是葉侯 他的祖父 叫做李密 這個跟唐德宗討論恢復府兵的過程 所以這個 他是以一個孫子的身分描寫 他的一個偉大的祖父 他祖父是唐德宗時代的宰相 然後葉侯家傳就在說 他的祖父曾經跟唐德宗討論 這個府兵應該如何恢復等等等等 好 那其中當然就會牽涉到府兵的優點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葉侯家傳的前半部 都是在描述府兵到底有什麼什麼的優點 好 我們從其中栽錄一段給各位來看一下 他說府兵有什麼優點呢 他說 他說周受未善 就是北周受到西魏的善要 就是北周把西魏給滅了 建立了北周政權 然後平北齊 對 這我們講過 然後滅梁於江陵 這是梁在喉景之亂以後 他們中式內鬥 在江陵這個地方成立了一個小的政權 後來他被這個北周給滅掉 然後破無成名策於行功 我們說這個陳 是一個立足於長江隱藍的政權 對不對 涼滅了以後就是陳 陳曾經發動北伐 試圖收復江北之地 因為他們的江域被押收到長江隱藍 所以派這個大將吳明策北伐 結果被這個北周所擊潰 吳明策也被俘 在這個行功被打敗 然後吳明策也被俘 失敗 所以陳氏首保江南而已 所以這個收復江北人努力就失敗了 所以他們只能保有長江隱藍 然後底下又說 隨壽周燦 隨文帝串了北周 九年而昧成天下一統 皆撫兵之利也 所以在這一長串的介紹 我們中間還刪掉了一些 這個伊侯家段作者都說 他說從北周以來 所有的軍事成就 包括統一中國 都是撫兵的力量 然後底下又說到了隋帶 北破突厥西滅土玉魂 南取靈異都滅琉球 這個你看東西南北 這麼多戰功 靈異就是這個越南 這個都滅琉球 據說這個是台灣 這個不太清楚了 很多人認為這是台灣 都皆撫兵之利 他說所有的這個對內對外的戰功 全部都是撫兵的力量 然後底下又說 皇朝因之 皇朝當然就指唐朝 他說皇朝也 這個唐朝 繼承了這個撫兵的體制 然後因此而平定天下 所以你讀這段文字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個感覺就是 哇 撫兵好偉大 從北周到水塘 所有的軍事的成就 都是撫兵的功勞 對不對 很自然也會產生這樣的印象 可是你稍微仔細思考一下 你就覺得 這邊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我們從最後這一點來說好了 皇朝因之平定天下 照這樣的說法 唐朝能夠建立這個政權 然後這個統一中國 就隨莫大亂這個 唐這個李淵的勢力起來 然後統一了中國 那都是因為撫兵的功勞 可是你稍微想一想那個 隨莫的勤勢 你就知道這個是不可能的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李淵他本來是隨的大將 對不對 然後他的根據第13C 他在隨朝末年起兵反叛 然後建立自己的政權 然後逐步的統一了天下 那在李淵起兵的時候 撫兵是在誰的控制 是在隨中央政府的控制對不對 這隨中央政府控制的撫兵啊 這是當時的隨陽力控制的撫兵 然後李淵擊潰了他們 所以才能夠統一天下不是嗎 所以唐的建國怎麼會是撫兵的功勞呢 那應該是說就是因為撫兵到隨末已經不行了嘛 所以才讓李淵有這個機會崛起嘛 才能夠統一天下嘛 對不對 所以歷史的事實應該是剛好相反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他說隨滅臣統一天下 旋隨文帝滅臣這一仗 照文獻的記載他出動多少的軍隊 出動了56萬的軍隊 撫兵沒有那麼多 所以很明顯的以滅臣之意而言 在撫兵之外又新招募了 或者徵招了相當多的士兵 投入這一場戰爭 要不然這麼多的軍隊 怎麼可能全部都是撫兵 撫兵沒有那麼多的數量 所以我們不確定撫兵的數量多少 可是他絕對沒有到這個五六十萬那麼多 所以很顯然當夜侯家傳的作者 在描述撫兵的這個重要性的時候 他過度的誇大嘛 他是這個故意把從北周到唐代前期 所有的軍事的勝利都把它加在撫兵的身上 而這樣的這種說法 當然是違背了歷史的事實 這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 好夜侯家傳如此 我們再看一下杜牧寫的元十六位 我們看一下元十六位怎麼來描寫撫兵的優點 元十六位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他說撫兵是什麼呢 他說撫兵是三十根架發誓加和一十字五 既見兵史 所以杜牧說撫兵是什麼樣的軍隊 撫兵是一個兵農合一的軍隊 他們在春天夏天跟秋天的時候都在種田 所以他說他三十根架春夏秋都在種田 所以使用什麼呢 發誓加和這些都是農具 然後只有冬天的時候呢 他們開始從事軍事的訓練 他們是拿祭劍兵史 那如果這樣的說法為真 則隨唐時代 這個如果我們把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資料都認為它是真的 就是說隨唐時代所有的軍事成就 都是撫兵這個創造的 那撫兵呢另外一方面呢 又是三十農跟一十字五 好 則我們應該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隨唐時代所有的戰爭都在冬天發生 而且到秋天就結束了 因為春天他們要回去種田 他們只有冬天可以打仗 因為你說撫兵是兵農合一嘛 三十農跟嘛 只有冬天可以置五啊 那又是所有的戰爭都是撫兵的功勞 那不是會是這樣子嗎 就是說所有的戰爭都在冬天打 冬天那三個月打完了 不管打的結果怎麼樣 大家說對不起我們必須停止了 因為我們必須回去種田 他們知道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樣的描述 它不可能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說這個事實上有一支軍隊 他們春夏秋都在種田 然後冬天的時候才去打仗 我們知道哪有這種事情 好這是別使用我眼頭的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底下在看還有什麼問題 他說備位以科 父兄相言不得業他 就是說這我們剛才講過了 這個撫兵基本上父子相成 他說這個你擔任撫兵的呢 都是這個子弟要繼承父親的 這樣的一個擔任這個撫兵的工作 而不能轉業 極長降輔武善鐵母 歷解釋迫人人之愛 雖有吃油為師 亦不可使為亂耳 他說在平時的時候 撫兵的這個他們的民集 放在澤聰府裡頭 那這些撫兵呢 則各自在田野耕種 所以撫兵是分散的 所以他不會起來作亂 他說雖然有吃油這樣的人 來做他們的老師 也不可能教他們作亂 那為什麼吃油在這邊變成大壞蛋 就是成王敗寇嘛 不小心他被皇帝打敗了 所以他就變成 中國歷史上壞人的代名詞 所以他說雖然有像吃油這樣的大壞蛋 要這些撫兵起來作亂 他們也不會起來作亂 然後他說一旦他們從 到這個離開家鄉去從事戰爭 然後當其居外野 原部之兵背襲乃來 授命於朝不見妻子 撫月在前決賞在後 以守爭守以利伯利 包包加稅 起霞易略 他說這些撫兵被徵召 從事軍事工作的時候 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人 然後又受到朝廷這個 撫月的這種朝廷的強制力的控制 然後朝廷又用決賞來鼓勵他們作戰 所以他們到戰場上以守爭守以利伯利 這個到戰場就是奮力的作戰 根本不會想到這個有二星 所謂起霞易略 就是說他們不會有這種背叛的念頭 所以他底下說雖有吃油為氏 亞裔無能為叛也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 自貞觀唐太宗 貞觀是唐太宗 至於開元末唐玄宗 百五十年間容成兵武未始逆轉 他說從太宗的時代 我們開始實施撫兵 一直到唐玄宗的時代 一百五十年 所以因為實施了撫兵 就不會發生軍事的叛變 那這個也是錯的 原因很簡單 你去把資質封建打開 你看資質封建最簡單了 因為資質封建都記在政治事件 你把資質封建打開 你從貞觀看看看到開元末 你看看有多少軍事叛變發生 容成兵武未嘗少逆轉 因為幾乎隔一段時間 就會發生軍事的叛變 唐太前期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的平靜 這個即便唐太宗的時代 大大小小的軍事叛變 都間接性的發生 所以也就是說杜牧他過度的誇大 實施撫兵的時候 然後政府對於軍隊的控制 他說因為實施撫兵 所以軍人就不會起來叛變 這個也根本不符合歷史的時期 簡單來說 在李凡的燕猴家傳跟杜牧元十六位裡頭 呈現的撫兵形象 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形象 就是說撫兵是三十龍根一十治五 然後這個撫兵完全受到政府的控制 他們從來不起來叛變 第三個是他們有極高的戰鬥力 他們建立了無數的軍事的勝利跟成就 可當然這樣完美的形象 與歷史實行之間有極大的落差 假如撫兵真的像杜牧說的那樣的完美 那撫兵為什麼會消失 一個完美的制度 他不是應該永遠的存在下去嗎 那為什麼會消失呢 杜牧在元十六位裡頭 提出的解釋非常的簡單 杜牧說為什麼撫兵會消失 他說因為在玄宗開源的末年 有一些笨蛋的讀書人叫做愚汝 他們上奏說天下文聖以請罷撫兵 招約可 你可以看到這個都是只有笨蛋的撫兵 可那個招約可那個笨蛋皇帝 他都沒有說 他沒有說是一個笨蛋皇帝對不對 他只說有一些笨蛋的讀書建議了 可是然後皇帝就答應了 皇帝就答應 所以這個撫兵就被廢掉了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因為在開元末年不小心跑出了一些愚汝 其實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應該是 還有一個笨蛋皇帝 有一個愚汝還有一個昏君對不對 昏君招約可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能就幫杜牧說 杜牧說就是因為有一些笨蛋的讀書人 他說天下文聖以請罷撫兵要皇帝同意了 然後同時又有撫兵武夫 有軍人奏章說天下力強以請伯四營 皇帝也說好 於是撫兵內產鞭兵外作 所以撫兵就這樣子 就譚子之間消失了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他的呈現非常非常的簡單 但我們也知道這個答案絕對不是事實 就是說撫兵的消失絕對不是因為統治者的一念之差 撫兵就消失了 他有一個漫長的衰落的過程 他從唐高中時代就開始衰落 然後是到唐權宗的時代才真正的走入歷史 可是在杜牧的原始令位裡頭 你看不到這樣的過程 你看到的只是統治者一瞬間的決定 就好像台灣的電價一樣 一下可以漲一下也可以不漲對不對 只要總統出來講一句話就好 對不起電價也很簡單 可是撫兵應該沒有這麼簡單 正由於杜牧對於撫兵的消失的原因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杜牧其實並沒有討論 撫兵應該要怎麼恢復 他只是在他的文章裡頭一再的強調 撫兵應該要被恢復 他說只要撫兵恢復了 我們現在很多很多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那顯然杜牧是認為只要統治者 這個願意去恢復撫兵 撫兵就可以恢復嘛 就因為他們認為撫兵的消失就是因為 統治者的一念之差嘛 那既然撫兵的消失只是因為統治者的一念之差 這撫兵要恢復其實也很簡單嘛 只要撫兵願意敢願意這樣去做 這個撫兵就可以這個恢復 不過在李凡的葉侯家傳裡頭 這個所描述的就不一樣 這個在李凡的葉侯家傳裡頭 他對於撫兵的描述 撫兵消失的描述比較仔細 他從這個高中時期 這個到一直到玄宗時期 為什麼撫兵會衰落 都做了很清楚的這個介紹 所以他不像這個杜牧那樣子 將撫兵的消失歸咎於唐玄中的一念之差 那正因如此 所以在李凡的葉侯家傳裡頭 也認為如果你要恢復撫兵 你也需要有一個這個完整的規劃 讓這個撫兵來恢復 所以在葉侯家傳的最後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對於 恢復撫兵的完整的計劃被提出來 然後李密跟唐德東說 他說盡聽成言不減樹兵 军時必辦撫兵一己 他說我有一個偉大的計劃 你只要聽我的這個計劃 我們就可以讓撫兵來恢復 而且軍隊的這些後勤的補給 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唐德忠上曰 唐德忠就說如何 這偉大計劃是什麼 對曰 關東之師曰三年而待 今時一年已 給荒地牛走農聚 而關為之敵 美人所獲不赤千百匹 那這個計劃是什麼 他說在唐德忠的時代 為了應付軍臣的防衛的需求 政府從帝國的東部 就所謂的關東地區 調了許多的軍隊來京城駐守 那李密提出的計劃就是說 他說這些到京城來駐守的 關東的部隊 他們原則上是三年要輪掉 就是三年 他們三年起買 就要回到他們原來的 居住的地方 回到關東去 他說現在這些人 剛到長安才一年 所以做法就是 把這些關東的部隊 讓他們去耕田 政府給他們荒地 還有這些耕種的所需 讓他們去耕種 耕種以後 耕種的所得 政府保證收購 就關為之敵 敵就是買米的意思 讓每一個人 每年可以得到100匹的捐 就你耕種收成 然後賣給政府 政府收購 收購以後 這個保證你一個人 可以得到100匹捐 這在當時是非常非常多的錢 這個在唐代 這個捐跟錢是並行的 捐就這個私之品是一種 等於是一種貨幣 然後他們來這邊三年要回去 然後這些人現在只有一年 所以就是說他們年將滿的意思 就是說等到兩年 耕種兩年以後 他們應該要回去了 政府下令什麼 下朝有願住者給所開地為永夜 家口月來令周福給長疊敘使 就是說期滿你應該回到東方去 那因為你開墾已經有了成績 所以政府就說 如果你願意留在長安 留在關中地區 你原來開墾土地 就給你變成你的私人的土地 就給永夜 永夜的意思 在當時就是私有土地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永遠的 變成你的這個田產 然後你在東方的家人 如果也因此而願意跟你一起 在關中定居 就下令關東的地方政府 給他們長疊跟食物 長疊就是移居的許可證 就是讓他們可以從東方 遷移到關中來 而且要給他們路途上 所需要的糧食 所以李密樂觀的估計 這樣的做法持續 不二三更代 則關中以食 不假 真數以 他說如果我們這樣做 六到九年 大概二到三個更代 一個更代是三年嘛 所以兩到三個更代 就會有很多關東來的士兵 就在關中地區定居下來 他們的家人跟著一起過來 所以關中以食 我們的人口就夠多了 就不需要再從關東調兵過來 駐守 然後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因遂以為撫兵 以舊府民集而致之 分立施駐軍駐衛 那既然關中的人口已經夠多了 那我們就用這些人 來作為府兵 用舊的府 折衝府的這些名稱 來組織他們 讓他們這些折衝府 新制的這些府兵 由金師的駐軍駐衛來管理 有寇則以福氣發富邊教 無寇分番數位 撫兵成矣 如果有戰爭的時候 就調動他們到邊境去作戰 沒有戰爭的時候 這些府兵輪流在京城數位 對 府兵就成 然後德中就說 此乃神魔也 這個神魔 自命而言就是這個 一個非常偉大的謀略嘛 對不對 很神的謀略 很偉大的謀略 可是如果你用白癡造句法的話 神魔就是 只有神仙可以做到的謀略 這意思完全不同 對不對 請各位想一想 到底是前者還是後者 就是說到底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他有沒有可能做到 你覺得呢 就是說我們再簡單說一下 這個做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從關東地方 調軍隊過來束手 那我們就叫他們不要去束手了 我們讓他們去耕田 耕田有成以後這些人就會留下來 那經過兩次三次 這些關東的士兵 他們就留在這個關中地區耕種 然後呢 人數多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些耕種原來這個是士兵 然後現在在耕田的這些人 就重新組織起來讓他們變成府兵 德中就說哇這神魔 我們先想一想他要做得到的話 就是說我們先構思一下 這個題書這樣建議的 這個建議是寫在這個文獻頭 這不是我們編出來的對不對 這個唐代的文獻頭這樣記載 這個題書這樣主張的人 我們不管說這個人是不是李蜜啦 雖然這個李凡說這個是李蜜提出來的計畫 我們不管說這個人是不是李蜜提的 這個提議的人他們 他似乎有一些假設對不對 他有一些假設 這樣的做認為這樣的 在這些假設的狀況之下 這個這樣的做法可以成功 這樣的計畫可以成功 我們現在想一想這些假設有什麼 好不好 有夠多的皇帝 好 第一個有夠多的皇帝對不對 非常好 有夠多的皇帝 對不對 有夠多的皇帝 關中地區有很多很多的皇帝 然後讓這些從關東來的士兵 可以去耕作對不對 好 很好 還有呢 不只這一個對不對 還有呢 錢對不對 要很多錢 因為你要提供他們牛種農具 要有錢 政府要有錢 讓這些士兵可以去從軍人改變成為農民 對不對 很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條件 士兵有意願留下來 對不對 士兵要有意願 你現在叫他們去耕田 耕田以後 他們耕了兩年三年 他們就願意留下來 那在這一個提議者的心中 他的假設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給這些士兵很多錢嘛 每人手獲不是圈百批 所以他們會留下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他們足夠的金錢的誘惑 好 金錢的誘惹 不要用誘惹 他們會留下來對不對 好 還有沒有 好 這三個 看起來很明顯對不對 好 至少這三個假設 還有沒有別的假設 其實應該還有 大家再想一想 就是說這計畫成功 除了這三點以外 有荒地 有錢 然後可以用足夠的錢去 所以說服這些人可以留下來 除了這三個假設以外 還有什麼假設 就是這邊還有第四個假設 這個假設其實非常的重要 就是這些士兵 他們因為政府的政策 而轉行去耕田了 後來政府又要他們去當兵 他們也願意 對不對 請注意這邊有兩次的轉換 第一次是軍人要轉換成農民 第二次的轉換是農民再轉換成軍人 而這兩個轉換缺一不可 對不對 這兩個轉換缺一不可 這是這個計畫在我看起來 最核心的 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提議者有一個假設 這個假設是什麼呢 就是軍人一定會耕田 對不對 這個假設有沒有看到 給他們荒地扭走農具 他們就回去耕田 而且耕田以後那地方有收穫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有沒有這個假設 有對不對 然後他又有另外一個假設是什麼 另外一個假設是說 這些農民呢 你一旦叫他們來當兵 他們也願意對不對 他就說這個遂以為府兵 宜舊府民集而置之 政府要他們來 他就說欸欸欸欸 對不起喔 你停一下 你耕田請暫停一下 我現在要組織你們來當府兵 他們也都會願意 簡單而言 簡單而言之 就是提議這個計畫的人 他心裡頭有一個假設 就是兵就是農 農就是兵 他們在轉變身分的時候 毫無困難 毫無困難 那這個假設 其實跟剛才元十六位裡頭 提到的概念是一樣的 兵農是可以結合的 三十跟中一十之五 對不對 一樣喔 就是同一個人 他可以有兩個身分 一個身分是農 春夏秋的時候 他的身分是農 冬天的時候使兵 就跟綠巨人浩克一樣 他正常的時候是一個科學家 發怒的時候變成綠巨人 通常是正常 春夏秋的時候正常 冬天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綠巨人 這個是一個 在我看起來非常非常有趣的 一個概念 而這個概念其實也是我 一直不能夠理解 就是說我 我說實在每年都在把這個計畫 唸一遍 把這些文字唸一遍 這個課可能因為我每年開嘛 我們要把他唸一遍 可是我意思還是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在一千年前 這個是西元九世紀的文獻 西元九世紀的文獻 在一千年前的讀書人 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假設 就是兵跟農的身分的轉換 是毫無問題的 農就可以做兵 兵也可以去做農 這我不能夠想像 為什麼 因為當我讀到了十一世紀的文獻的時候 我其實看到的是剛好相反的 中國到了十一世紀宋朝 各位可能都知道宋朝的軍事體制 是以募兵為主 就是招募這些招募士兵 然後讓他們長期服役 那募兵制他當然產生了一個結果 就是政府要花很多錢去養這些職業兵 對不對 募兵要給他們薪水 所以就會有一些人說 他說我們國家需要這麼多錢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掃募一點兵 比方說我們現在有一百萬的士兵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二十萬的人 讓他們去離開軍隊 讓他們回去跟田 可是在宋朝我們看到 每當這樣的提議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種聲音就是說 說這些人他們長期的當兵 他們根本不會跟田 你要他們去跟田 他們不會跟田的 他們跟不了田的 你要把這些人裁軍了 讓他們離開軍隊 這些人會怎麼樣 然後就變成盜匪 因為這些人都會殺 這個生平所惜 只是會使用武器殺人 所以呢 那你讓他離開軍隊以後 然後他就到民間去危害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聲音 就是說這個 不是說你讓這些士兵離開軍隊以後 他們就可以去跟田 他們都不會的 所以我就更不懂 為什麼九世紀的人會這樣子 因為在兩百年之後 我們看到的很多的說法 就不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可以給我什麼解答嗎 就是說你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們認為這是可能嗎 還是你們其實跟我一樣 也是認為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個人一直認為不可能 就我不相信那個 三十農跟一十治五是可行的 就是說我 我想當然也不只講過一次了 對 就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這個事情怎麼樣可行 就是說同樣的我也不認為 這樣的計畫是可行 你要士兵去跟田 他們就會乖乖的跟田 他們跟完田 跟田很有成 他們覺得做農民做得很快樂的時候 突然政府一道命令 說你們來當府兵 他們就會乖乖來當府兵 我想歷史的事實 應該也證明這個是不可行 因為這一個所謂的神魔 在唐代從來沒有被實施過 他就只保留在這個文獻之中 我們並沒有看到在唐代 有任何的這個統治者 曾經試圖要恢復這個府兵 那我認為我的解釋是 因為這個計畫根本不可行 就是這個計畫是 大概在神仙的世界才可行 在人間不可行 可是問題是 這個計畫的影響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個後來的宋朝 你會看到有一些人 他們認為夜侯家傳是對的 他們一直嚮往夜侯家傳裡頭 所提出來的計畫 在杜牧里凡這些人筆下所描述的府兵 是這樣子 三十農耕一十治五 政府不必花錢養兵 而且政府又能夠牢牢的掌控軍隊 這樣的軍隊又非常的有效率 好 平時可以防盜賊 暫時可以看外壞 這麼理想的軍隊 其實他根本不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 這樣的描述只是反映當時文人 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什麼叫做反映當時文人 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就是對當時這些文人而言 他們所面臨的狀況是 他們身處的環境裡頭 軍隊都是職業兵 政府花了大錢養這些軍隊 又時時刻刻擔心 這些軍隊為將領所控制 而不受到政府的指揮 事實上這些軍隊 平時不能防盜賊 暫時又不能抗外壞 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他們的現實是如此的不美好 所以他們去描述 他們所懷念的撫兵就變得那麼的美好 因為他們所描寫的撫兵 其實只是他們現實所有問題的投射 他們去投射出一個美好的撫兵制度 這些對於撫兵的描述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不符合現實 不太合理 可是對於宋代的文人 卻有很深的影響 就對於宋代很多的文人而言 他們所想像的 說他們所認知的 美好的軍事制度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樣子 就是有一支軍隊 三十龍跟一十治五 政府不必花錢養兵 又不用又可以牢牢的控制軍隊 而且這支軍隊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類似的這樣的說法在宋代的文獻裡頭很多 我們只舉一個例子 就是著名的文學家書冊 這個三書之一的書冊 他有這樣的一段話 他說古者引兵於農 古代的士兵就跟農民是結合的 所以叫做引兵於農 就是兵跟農是結合的 所以一般在平常的時候你看不到兵 因為農到了戰時就變成兵 所以在平時的時候是沒有兵的只有農 所以叫做引兵於農 無事則耕 有事則戰 沒事沒有戰爭的時候他們就跟中 所以就沒有士兵 到有戰爭的時候這些人就去打仗 所以在太平的歲月裡頭政府不必花錢養兵 不用給他們薪水 可到了有戰爭的時候呢 就得到了為政府效勞奮戰的士兵 此農者所探襲而言也 那顯然為什麼農者要探襲而言 因為在他們的時代這根本做不到 所以他們就說我非常懷念古代 因為古代的軍隊是這樣 而在他們的時代不是 在他們的時代軍隊就是軍隊 士兵就是士兵 農民是農民 兩者毫無關係 然後平時這個政府要花大錢來養兵 然後到戰爭時候又往往覺得 無情力之士可用 沒有可以用的軍隊 正因為宋代的文人他們所想像的 這個美好的兵字是輔兵 是兵龍合一 所以宋代提倡軍事改革的人 基本上都以恢復輔兵為他們最主要的訴求 比方說這個范仲淹提倡慶立改革的時候 他在軍事上的最主要的意見就是恢復輔兵 北宋有兩個重要的這個提倡改革的官員 一個是范仲淹 另外一個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提倡改革的時候呢 就抄寫葉侯家傳給當時的神宗看 就是說因為他跟神宗講 他說談這個輔兵 談得最好的就是葉侯家傳 所以他特別抄寫 把葉侯家傳重新的抄寫 然後給神宗 給他的皇帝 葉侯家傳在宋代非常受到重視 這個你看王安石親自的抄寫 然後南宋的大儒者朱熙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學者 然後他也叫他的學生 要好好的去研讀葉侯家傳 那當然他用意很明顯 就是說在他看起來這個理想的制度 就是葉侯家傳描寫的那個輔兵制度 所以他就叫他學生要好好看 所以輔兵就變成中國歷史上 理想兵制的代名詞 就是說在這個很多的文人的 這個觀念裡頭 他們都認為這個輔兵是美好的 是最理想的 所以到了明代實施畏索兵制的時候 他們也宣稱畏索兵制是得輔兵一役 說這個畏索兵制是一個明代人說 我們的畏索兵制很好 為什麼我們畏索兵制很好 因為他說我們的畏索兵制是 這個承繼這個輔兵制度而來 這個我們繼承的是輔兵 那事實上我們講到明代軍隊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各位講這個畏索兵制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他一點都不好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明代的畏索兵制跟輔兵制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畏索兵制所承繼的是蒙古人的傳統 這個跟唐代的這個輔兵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在當時的人 一定要把這個畏索兵制 跟輔兵去扯上關係 為什麼 因為輔兵是美好的嘛 這個輔兵是理想 所以要為了強調我們的兵制是理想 就是說我們的兵制跟輔兵是一樣 有沒有什麼不清楚或者需要進一步討論 宋代他們一直去研究這個輔兵制 難道他們不會發現他的缺點嗎 好問題 就是說宋代那麼多人討論輔兵 是不是有人指出了這個輔兵的問題 有不過不多 就是說我們的確看到了有一些的文人 就說輔兵制如其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子 不過這樣的說法在當時 第一個很少見 第一個就指出這樣子 就是說指出這個輔兵其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子的美好的 這種說法也不能說沒有 第一個非常的少 第二個其實他也沒有把它說得很清楚 就是到底輔兵是什麼 那你說既然輔兵不像這個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樣 那到底輔兵是什麼 他其實也沒有把它說清楚 這個是宋代的問題 最主要就是說因為宋朝人的對於輔兵的理解 這個基本上就是承繼李凡跟杜牧的說法而來 就變成他們對於輔兵的理解 就是李凡跟杜牧說什麼 他們就繼承那個 所以他們這個 所以你看到這種提出批判性意見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見 雖然的確有 可是所以影響力也不是很大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宋代有實施輔兵制嗎 沒有 宋代沒有實施輔兵制 可是宋朝人一再提倡恢復輔兵制 可是這樣他那麼起上輔兵制 可是卻有沒有實現 那表示也是有一股力量 怎麼不讓他實施 有一股力量不讓他實施 你可以這樣說 然後另外一方面最主要是 你可以想像為什麼不能夠實施 輔兵為什麼不能夠實施 因為輔兵要兵農結合嘛 就是在 所以他實施到一半 就往往就胎死腹中 就王安石 比方說王安石推動寶甲法 王安石變法 他開始推動的寶甲法 就是一種民兵 就是要組織農民來當兵 那為什麼要推動寶甲法 因為他要恢復輔兵嘛 因為他們認為輔兵的理想是什麼 就兵農結合 所以他推動寶甲法的目的 他最高的理想是要回到那個輔兵 可是你要怎麼恢復輔兵 所以他就先從推動寶甲開始做手 那寶甲的做法就是說 我去基層把農民組織起來 讓他們在冬天的時候來練習射箭 練習騎馬 這就是寶甲的原來的用意 可是實施到一半就終止 為什麼 因為現實上太多的問題 各式各樣的問題就跑出來 比方說你把這些農民找來 從事軍事訓練 那你比方說好 我現在要求200個農民 你們到在哪一天 到哪一個地點來報到 然後你們要準備一些武器 比方說弓箭 比方說這個刀 因為你們要來練習 那這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 這些農民怎麼到那個地方來報到 他的家可能跟他指定報到的地方 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然後你給他履費嗎 各位以後去當兵 當兵退伍以後 這個政府常常要後備軍人 要點招 就是要把你找來 然後從事訓練或者點點名 那個政府都會給你錢 因為你不給錢人家怎麼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 方便的交通系統 你可以把這些人找來 可是你想到在宋代沒有 你把農民找來 那你也不給他履費 然後你還要他準備一些隨身的武器 奇怪 那個隨身武器 他要去買對不對 他要去做 那你給他錢嗎 你說對 政府應該給他錢 可是政府組織保甲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省錢啊 就因為覺得養兵太貴啦 就你 所以就為什麼推行到一半 推行不下去 因為發現你組織民兵一樣花錢啊 你一點都沒有省到錢 你沒有省錢 這些要來當兵 不像你想的那樣子 對不對 不像你想的那樣子 就是說我們組織民兵是可以省錢的 結果發現花更多的錢 而且這些農民他們來訓練以後 又發現他們不能夠作戰嘛 原因很簡單 你一年只有冬天的時候 叫他們來練習作戰 那他們的武藝怎麼可能會精熟呢 你可以想像你劍要射得準 大概你總要經常的練習吧 你不能說我冬天的時候 把你們找來射劍 射完回去過了九個月你再來 到時候你的工怎麼拉都忘了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啊 所以為什麼不能做 這個他其實也不是說 另外一股力量不讓他做 而是這樣的概念 根本在現實上不可行 他們做了以後就發現不可行 所以你就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他們後來在討論的復兵 就是兵農復兵 可是在唐戰那時候 或是那時候的復兵不是是好嗎 不是 對 對 那為什麼他們的同盟 跟那時候是不一樣的呢 恢復到底是 就是感覺就不是恢復 而是創造出的性格 對 好 很好 你指出了這個 你指出的是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 從西衛到隨 實施的復兵制 跟杜牧他們所描寫的復兵 根本不一樣 從西衛到隨的復兵 他根本就是兵農分離嘛 就是說你好友去當兵 然後你這些人 就脫離了這個州縣 然後他們到處的作戰 他們可能跟作嗎 他們不可能跟作 所以這些人是專門作戰的 專門作戰的一些人 所以 復兵在實施實際執行的時候 他的概念是兵農要分離 是一般的農民不當兵 只有好友去當兵嘛 對不對 可是 復兵自被杜牧這些人提倡以後 他的內涵就變成是兵農結合 三十農耕一十治五 所以他就跟實質上實施的復兵 有嚴重的落差 就變成這樣 所以當然不可行啊 對不對 是 他們那個獨自認為 應該說兵農合一可行 可能是因為就傳統儒家思想 然後 軍藥成死成不得不死 然後所以 他們認為 我們獨自人都做得到 那農民應該也就是說 軍農之間的轉換是 先只要你們怎麼做 你們就怎麼做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毫無阻礙的 會有這種可能 有啊 我覺得你說的也有道理 就是說 長期以來 中國的觀念就是 政府 政府的命令 人民必須要去接受 比如說軍藥成死成不得不死 所以不只這一個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中國從這個 周代以來 就是說政府徵用名利是很常見的 這種對名利的徵用 包括送他們去當兵 送他們去戰場 還有呢 在地方上從事各種的建設 都是往往都是徵調人民來做 所以從某一個角度 這樣的概念當然是 一個非常中國傳統的概念 就是政府有事的時候 可以去徵調人民來 從事軍事的任務 可是我們也講過 那為什麼徵兵制 從西漢以後 基本上就在中國 不太能夠實施 因為原因很簡單 它有它現實上的困難 國家那麼大 人民那麼多 人口那麼多 你要怎麼樣去徵調 而且你發生戰爭的地方 跟多數人口居住的地方 又往往距離遙遠 所以你要實施徵兵 有現實上的困難 這個就是一個理念跟現實的 巨大的落差 在理念上總是認為 政府要人民做什麼 人民就要乖乖的去做 沒有錯 所以他們會這樣覺得說 我們可以實施復兵 因為我們只要 把這些農民組織起來 他們就理論上就可以去當兵 可是問題是 現實上它的困難重重 所以就構成了這個 理念跟現實之間巨大的問題 那宋代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你在現實上根本 沒有辦法恢復復兵 可是理念上又一直覺得 斧兵是好的 我們列了一些參考書目 這個相關的文章 真是多到不深美局 因為這個斧兵是 中國史研究的這個 非常非常熱門的議題 然後我們列了幾篇文章 因為像陳薛的文章 這都是經典 那毛漢光的這一 《中國政務局政治史論》裡頭 有一章是討論西魏的斧兵 那我個人的一篇文章就是談 這種兵農合一論如何在唐宋時代盛行 古蹟光斧兵制度考試 就是說透過很多文獻的考定 盡量的去恢復斧兵的原貌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斧兵制度 其實他一開始實施的時候 是兵農分離的 而不是像杜牧所描寫的那樣子 三十龍跟一十字武 這都是透過這個現代學者的 這個很多的研究跟考定 然後張國剛有篇文章討論這個 唐代的兵墓跟房丁 就是說我們之前講過 在唐代前期不是只有撫兵一種軍隊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軍隊 像所謂的兵墓就是墓兵 唐代前期的墓兵叫做兵墓 剛好把兩個字轉過來 墓兵是叫兵墓 或者所謂的房丁 這些文章各位可以參考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撫兵的理解 已經跟過去的學者有很大的差別 過去學者會告訴你說 唐代的軍隊都是撫兵 就是玄宗以前所有的軍隊都是撫兵 然後撫兵是兵龍合一 那我們現在大概都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好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對於撫兵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想請講 現在我們會在寵方 看到小姐喊 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